在我们心里,做监狱可不是啥好事,失去自由不说,吃得住的那可是相当一苦思甜,可是,在美利国就不一样,只要你有钱有势,监狱一样可以享受五星级豪华待遇,甚至打造成自己的快乐老家,专注军事解说,每天都有新知识,这里是阿龙探长,欢迎订阅,唐怀特是美利国知名黑帮,黑色游击队的一名大佬,该帮派本身就是一个成立于监狱的黑社会组织, 据说该组织最初是狱友们互助组织,后来发展到社会上,成了势力庞大的帮派,成员达到上万,所以怀特入狱后就跟回自己家一样,甚至公开叫嚣,这是老子的监狱,开始,他买通女狱警运送地品,手机,药品等,并将这些违禁品以几倍甚至十几倍高价卖给其他狱友,获取暴利,据说几年下来他已经获利近千万了,当然,怀特也没有亏待帮助他的女狱警, 让自己在外面的小弟给这些女狱警买豪车和豪宅,这些女狱警自然死心塌地,干紧十足,后来就一个个发展成了他的情人,最夸张的是整个监狱一共十三个女警,从二十多都三十多,一个梅漏全部沦陷, 还有四名为他生下了五个孩子,幸好这家伙对男人不感兴趣,不然,恐怕全监狱的警察都会被他纳入囊中,这个大佬可以说日进斗金,花天酒地,酒池肉林,夜夜升歌,监狱俨然成为他的快乐王国, 黑老大为什么在监狱能混得风生水起,根本原因是美利国的监狱是民营的,严格地说,就是一个赚钱为墓地的企业,监狱预警,并非公务员,而是公司员工,在高档监狱就是酒店服务员, 只要你有钱,不但能享受到五星级奢华担监,甚至能安排到风景秀丽的监狱,让坐牢也成为一种别样的度假体验, 1993年,美国成教公司作为第一家私营监狱公司,甚至已经在华尔街成功地上市,而且业绩相当不错, 2011年,公司每年的收入达到18亿美元,纯利润1.6亿美元,在2007年,被福布斯评选为400家美国最优秀大公司之一, 企业当然要全心全意服务好顾客,所以,在美利国坐牢真的不可怕,可怕的是没钱坐牢, 中国有句老话,莫装逼,装逼遭雷批,怀特如此嚣张,终于引来了FBI的关注, 当他们搜查女预警的家里时,简直惊呆了,无数的奢侈品随意摆放在豪华别墅中,数量豪车停在车库, 后来,在确凿证据之下,华特被FBI送到了法庭,被判处12年监禁, 转送另一所看管十分严格的监狱服刑,他的13个情人也被停职,受到司法指控, 不过,前文所说,就算换个监狱,估计这哥们也吃不了什么苦, 毕竟人家的势力在那里放着,无非就是收连点,顾客至上的服务宗旨, 人家监狱是不会忘的吧,2009年,美国臭名昭著的黑帮黑色游击家族老大塔文, 怀特因为涉嫌杀人未遂的罪名,被美国的巴尔迪摩警方逮捕入狱, 这位号称斗牛犬的黑帮大佬,原本是黑道上数一数二的头号人物, 在他所创立的黑色游击家族里,不仅有众多伸手矫健的小弟, 他本人也是智商超群,为人十分狠辣歹毒,几乎屡屡得手, 黑色游击家族头目塔文,怀特但这一回, 作为作福惯了的怀特,却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 从此被彻底丢进了暗无天日的监狱里, 美国的监狱是全世界公认的暴乱差, 每天在美国监狱里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暴力冲突, 当警察压着被铐上手铐的怀特走进马里兰州巴尔迪摩市看守所的大门时, 看热闹的人们纷纷拍手称快,在他们看来, 怀特被抓捕正是他们重归平静生活的开始, 然而,就在这不大不小的四方监狱之中, 属于塔文、怀特的黑暗时代正悄然降临, 专和白人对C掐的黑色游击家族、黑色游击家族的创立史。 说起来,他的根源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 那时,由著名黑人民族独立领袖马丁、 路德金所发起的黑人民权运动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而随着运动的开展, 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矛盾也日趋激化, 美国的白人自持种族优势, 总是觉得自己比其他种族的人为高一等, 自然也看不惯外来的黑人, 而另一边的黑人也不怎么待见美国白人, 原因很简单, 这些白人天天倚仗种族优势, 对黑人侮辱欺凌, 压根不把黑人当人看, 在美国这样一个高举民主的发达国家。 黑人连最基本的权力都无法保障, 时间长了, 忍无可忍的美国黑人们决定发起反击, 他们不约而同地组建了很多黑帮帮派, 后来到了19世纪的60年代, 加利福尼亚州的圣昆丁监狱中的一位黑人囚犯乔治·李斯特·杰克逊创立了黑色游击家族, 乔治是个激进的黑人青年, 深受当时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 所以才决定创立黑帮来和白人对抗, 在帮派头目乔治的影响下, 在黑色游击家族里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和乔治一样激进, 他们痛恨白人, 并希望在日后可以推翻白人统治的美国政府, 在乔治的管辖下, 黑色游击家族的发展势头一日胜过一日, 直至后来都组建起了完整的军队式框架, 本来就挺令人堪忧的美国治安, 如今又摊上了这么大一黑帮, 估计美国的这些警察们连哭都快哭不出来了吧, 眼看着自己的死对头在敲咪咪的搞黑帮, 白人这边也不能忍了, 他们怎么可能会容忍死对头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猖狂呢, 于是美国白人这边合伙一琢磨, 干脆照葫芦画嫖的效仿黑人, 建立起了自己的帮会, 雅利安兄弟会, 而这支力量正是用来对付黑人的黑色游击家族, 因此在圣坤丁监狱里的很长一段时间, 监狱里经常会爆发两个帮派之间的暴乱冲突, 监狱中的暴力冲突逐年以惊人的速度暴增, 这下可吓坏了美国的高层政府, 他们原以为这只是犯人之间的个人矛盾, 却未曾想这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冲突, 严峻的形势不由地引起了他们的警示, 但尽管美国的高层大佬们已经注意到了, 黑色游击家族的黑人们依旧是不管不顾的, 在美国法律边缘踩雷的边缘疯狂试探, 随着家族的壮大, 这些人显然不再单纯地满足于夺回黑人的合法权利, 而是将目标转向了更疯狂的地方, 杀人放火, 抢劫贩毒, 走私, 但凡是能和美国法律对失干的违法事, 只要他有黑色游击家族的人, 他们就敢做, 随着黑色游击家族的名声日渐高涨, 美国各地的监狱中被关押的黑人争相揭杆而起, 这个家族的活动范围也从加利福尼亚州扩充到了美国全境, 根据当初的一份不完全统计显示, 黑色游击家族在当时的人员总数竟高达九千多人, 时间斗转星移, 一年又一年的过去, 黑色游击家族的老大也是换了一波又一波, 这一转眼就轮到了塔文、怀特这儿了, 而塔文、怀特的上位也让黑色游击家族再一次进入了辉煌时期, 都说黑帮老大的养成都是从最底层的小弟开始一步步爬上来的, 对于塔文、怀特也是一样, 怀特一开始也不过就是个游走社会的小混混, 由于范老师被捕入狱, 在狱中偶然的一次机会, 年轻的怀特也知道了黑色游击家族这个组织, 并选择了加入, 出狱后,怀特靠着自己的头脑和手段, 一点点取代了当时的家族老大, 并成为了黑色游击家族的新一任头目, 拖了怀特的福, 这家族在经由怀特接手之后, 是越发的在黑道上混得风生水起, 不仅成功买通了马里兰州的政府官员, 还得已获得了各大监狱的情况, 和其余帮派的一举一动的最佳途径, 政府和黑帮互相勾结, 互为利益所趋, 黑色游击家族的行为也越来越自以妄为, 到了后期, 他们甚至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四处走私毒品, 暴力抢劫民众, 搞得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而塔文, 怀特也因为其大胆狠辣的行事风格, 被人冠上了斗牛犬的绰号, 可也有句话说得好, 智者千里, 必有一书, 尽管每次塔文, 怀特都能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反侦查能力, 逃过警方的追捕, 可毕竟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在猖狂的罪犯, 也得有落网的那天, 这不, 报应就来了, 一时书呼进监狱走私货物, 反乘监狱老大2009年, 塔文, 怀特和一个对家产生了利益冲突, 激烈争执之中他打伤了对方的几个小弟, 目的达成后, 怀特一脸云淡风轻, 准备大摇大摆地跑路, 结果怀特前脚刚跨出对家的门槛, 脚步就被眼前的一幕给定住了, 只见在他面前, 手持枪支的警察一排排地厚在那里, 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扫向怀特, 看着阵仗, 估计是等候多时了, 原来警方早就抓住了怀特这一犯案惯性, 所以这次他们决定先发制人, 以洗刷此前嗤别多次的耻辱, 再然后寡不敌众的塔文, 怀特就这么被警察给反手送进了马里兰州的巴尔迪摩市看守所, 堂堂一介黑道老大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蹲了大牢, 这种事怀特当然不能接受, 为此, 怀特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逃出生天, 本来怀特觉得自己入狱经验丰富, 越狱用不了多久就能轻松搞定, 但很不幸, 怀特的入狱经验并没有给他帮上什么忙, 一连逃了好几回, 结果次次都是失败收场, 美国的警察当然不是傻子, 如此穷雄极恶的一个恶棍, 当然不能任由他溜出去, 因为这样的人到底是江山难移, 本性难改, 就是刑满释放了, 也是祸害社会, 而在前前后后逃了恩多次欲之后, 怀特也算是彻底想明白了, 反正逃也逃不出去了, 干脆就随遇而安, 毕竟老话常说, 既来知, 则安知嘛,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这么一个作恶多端, 独霸一方的黑帮大佬, 真的会老老实实地待在监狱里, 美国警察的担心是对的, 事实证明, 怀特放弃逃狱, 并不等同于放弃搞事情, 看守所里有不少怀特的死忠粉, 如今一看怀特进来了, 那叫一个前呼后拥, 众星捧月, 这样一来, 就算怀特不逃出去, 在监狱里也能和之前一样风光, 既然如此, 那自己还干嘛费那个力去琢磨怎么逃出去呢, 安心地在这里享受着众人追捧的感觉他不好吗, 想到这些, 怀特也不那么急于逃跑了, 可是有一个很困扰他的问题又出现了, 监狱的生活太无趣, 整日就是流水线一样的吃饭, 睡觉, 劳动, 除此之外, 什么也没有, 一天两天倒还好, 可日子久了, 习惯了纸醉金迷的怀特就坐不住了, 看着监狱外来来回回神色古板的预警, 塔闻, 怀特狭长的双眼微微一眯, 一番伎俩敲上心头, 怀特一开始的时候, 为了向外面的手下们传递消息, 做着倒卖烟酒和日用品, 走私贩毒的勾当, 监狱里的犯人们常年不能外出, 这点倒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要, 这些犯人们如果想要购买物资, 那便只能选择从怀特这里采购, 而怀特也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着自己的想法定价格, 如此一来, 怀特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 再后来, 怀特又想到贿赂狱预警, 监狱里的预警大部分为女性, 这无疑是个好机会, 但是, 要从何处下手呢? 伪装温柔暖男人射片芳心女预警, 竟成恶棍后宫,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 怀特发现在这些女预警身上都存在一个共同点, 她们的原生家庭生活并不幸福, 不是家境贫寒, 就是恋爱经验之为零的傻白甜, 最主要的是, 她们普遍都对金钱和爱情非常向往, 这也为怀特的计划提出了一个恰当的切入口, 在牢牢掌握了女预警们的这一心理后, 怀特随即就展开了对她们的逐个攻势, 首先, 怀特将在在狱中做买卖赚来的钱大方地送给女预警们, 以博得她们的信任和感激, 当然, 物质上的赠予并不是怀特全部的计划, 怀特刻意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和善可亲的暖男形象, 对女预警们关怀备质, 各种体贴, 这么一来二去的, 那些本身就内心空虚的女预警哪还招架得住, 很快就相继沦陷在怀特的温柔下, 甚至到了后期, 她们还心甘情愿地成了怀特的走私工具人, 为了更好地帮助怀特往监狱内运送怀特所需要的各类物品, 这些女预警可谓是费尽了心思, 毒品, 药物, 这些东西被她们藏在了自己的内衣里, 或者伪装成一个孕妇, 将货物藏在肚子上, 更有甚者, 她们还会把货物藏进头发, 再趁着工作之便将其偷偷地转交到怀特的手中, 得到货物供应的怀特, 再将这些走私品高价卖给监狱里有需要的犯人们, 而事实上, 这些货物在进入监狱之前的价格比怀特的价格低了好几倍, 例如大马, 在监狱里, 怀特会以20美元一克卖给那些沾了毒瘾的人们, 通常每卖出一样似的大麻, 怀特就能从其中获得约1000美金左右的利润, 这么零零散散地清算下来, 怀特每个月几乎都能赚到1.6万美金的高额利润, 为了和那些女预警长期保持联络, 怀特还特地将收益转给自己在外面的手下, 让他们拿着这些钱给女预警们买豪车豪宅, 可谓足够豪气数不尽的财富。 甜蜜的爱情被欲望支配的女预警们就这样慢慢地沦为了怀特的后宫, 而巴尔蒂摩世看守所也从此彻底成了怀特一个人的灰色王国。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 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 怀特竟然一连征服了13名女预警, 其中还有四个人为怀特生下了五个子女, 怀特不仅在监狱内部呼风唤雨, 独霸一方, 对外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 他经常指使手下四处敲诈抢劫, 借此铲除掉所有和黑色游击家族对谁干的仇家, 不知道是不是在监狱里的这几年过得太舒坦, 还是被人吹捧得过了头, 怀特开始有些自大了, 在他的认知里, 仿佛整个监狱都已成了自己的天下, 已经没有谁再能阻挡自己做任何事, 可即便监狱里大部分的人都顺从于怀特, 也会有小部分不堪怀特压迫的人存在, 这些人在被释放出狱后, 为了报复怀特, 联名找到政府, 向他们揭露了怀特这些年在巴尔迪摩市看守所的种种暴行, 美国政府一听这话可坐不住了, 本来他们寻思着怀特这人进了监狱, 逃也逃不出去, 怎么着也该安生下来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 怀特这家伙硬生生地把一个监狱变成了自己的大本营, 是可忍孰不可忍, 美国政府收到举报后, 随着就排除了FBI专门彻查此事, FBI的特工们很快就开始了针对巴尔迪摩市看守所的监听, 这一监听倒还真是抖出来了不少惊天猛料, 2013年1月的某次电话监听中, FBI监听到了这样一组对话, 这是怀特和外面的一位同伙的通话记录, 怀特在电话里洋洋自得地炫耀道, 这里已经是我的监狱了, 你明白吗? 说真的, 在这儿, 我就是仲裁者。 FBI特工们一听这话可忍不了了, 立马就将监听内容反馈给了上级, 上级命令他们继续监听怀特的通话, 随后又有一次, FBI特工们监听到了怀特和其手下的通话, 这回怀特的话就更让他们火大了, 现在我掌管这监狱中的最高权力, 我的话就是法律, 这回掌握了充足证据的美国政府, 算是彻底急眼了。 好家伙,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如此目无王法, 他们哪能忍, 他们很快就颁布指令, 依法逮捕了所有涉事的人员, 当然咯, 也包括那13个被金钱和爱情迷昏了头的女狱警们, 这些女狱警最后由于涉嫌协助, 怀特走私被停职, 随后又同那几个协助怀特走私的同伙们, 一块被送上了巴尔迪摩士的法院, 法院最终判处他们以走私毒品和其他违禁品的罪名, 巴尔迪摩士看守所的丑闻一经爆出, 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大规模轰动, 人们纷纷予以谴责, 本该成奸除恶的正义之所, 居然成了恶徒作为作福的法外之地, 而作为狱警, 本该克尽职守的他们, 不但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反倒选择助纣为虐, 助长了怀特的嚣张气焰, 也许原生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 让这些女预警的内心变得空虚, 但这并不是他们酿成大错的借口, 违背了道德和法律, 终究会受到相应的严惩, 只是可怜了那些被生下的孩子们, 如果多年后, 当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竟是这样的人渣时, 内心会不会痛苦不堪, 巴尔迪摩士看守所的丑闻越传越大, 迫于多方舆论的压力, 马里兰州监狱系统的相关负责人盖里·梅纳德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在会上, 他向媒体们致歉道, 对于巴尔迪摩士看守所发生的丑闻, 我在其中有很大的责任, 对此我并不想找什么借口, 而马里兰州州长马丁·奥马雷, 也针对此事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我们对于监狱官员的腐败, 从来都是抱着零容忍的态度, 无论如何, 在今后我们都将继续致力于确保监狱系统最大限度的安全性, 可反观美国的大小监狱, 诸如怀特一类的恶徒又何止一例, 说到底, 巴尔迪摩士看守所的丑闻, 不过只是美国腐败的监狱体系下的冰山一绝, 真正在其中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罪恶, 谁又能说清呢, 阳光普照之处必有黑暗的角落, 而罪恶往往都是在这最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里滋生, 监狱是改造犯人, 惩戒犯人的法律重点, 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在这方面多加大完善力度, 重视增强监狱官员们的法律意识, 也许监狱就不会再出现暴动, 也会变得和谐和安定。